今天是返程的最后一天 高速车流量明显增多了 大家归心次见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高速公路上 不时能够看到有车辆为了赶时间或者超车 违规开上了应急车道 而这样的行为呢 也是长假开始时 导致交通进一步拥堵的罪魁祸首 继续现场报道 今天上午9点 南京二桥高速出现了第一个返程高峰 上午10点半 从二桥高速往南京方向 10分钟的时间里 记者就看到了10多辆车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有直接将应急车道当行车道的 也有将应急车道当超车道用的 还有第三种 是将应急车道直接当成了停车场的 二桥高速收费站旁 一个大大的禁止标志下 一路停着三四辆车 我等人 等人 等人 那你不知道车时的停车道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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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个人 后面有个人马上过来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是应急车道 应急车道 什么意思 不能停啊 应急车道作为 就是平时我们救援的通道 还有就是有突发情况的车辆 警方的地点了 下车朋友在车辆车中 尽量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对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 我们将对其处以 八款两百元 第六分的处罚 为防止发生小事故后 及时疏导交通 交管部门在二桥高速的 几个事故点都安排了警力直勤 民警们看到 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 也都进行了劝离和处罚 另外 交管部门还提醒 今晚六点多 以及十二点前 还将迎来两拨返程高峰 市民们千万不要为了 赶免费通行时间 而无视交通法规 忽略行车安全 江苏城市民调文明报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 应急车道是为了紧急救援用的 一旦被违法占用 很可能会出现 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 所以有网友就建议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 其危害程度不亚于 在高速公路上逆行 因此处罚的力度也应该加大 一旦发现 一次扣罚十二分 我在想 有关部门是不是 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呢 我倒觉得加大处罚 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 很多司机朋友 缺乏安全意识 还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了解 应急通道它的含义 那个应急 不是应你个人的急 是应整个社会公共秩序的急 你不是说 那急了 想方便一下 或者那个车靠旁边 看一下手表 看一下地图 这不是专门应你的急的 所以除了加大处罚力度 还得加大宣传力度 感谢观看